欢迎收看《灿烂时光惠客室》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中翔 《灿烂时光惠客室》是由公司新闻议题中心 PN公民行动已经记录资料库 我们联合制播的网络视讯的节目 我们希望透过人物的专访来帮大家 或是共同讨论 厘清在这些争议性议题背后的制度 或者是在整个比较更深层文化方面的问题 在我们节目当中 其实我们已经讨论过好几集 有关于性别平等教育的这样一个讨论 因为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争议 但是其实在相关的讨论上面有很多 也可以说他这个是乌贼在 或者是有很多人可能不清楚 这个性别平等教育在实际的现场 所发生的什么事情 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些讨论 来让大家认识这些性评教材 以及这些性评教育 它背后到底要告诉孩子们是什么 它不单单只是一个所谓的性教育 传统性教育概念 或者是有人会以为 它是一种在身体的解放教育 那当然这部分会在里面谈讨论 但是恐怕很多更值得要谈的事情 我们今天这一集呢 特别来到了高雄的港和国小 那为什么来到港和国小 因为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港和国小的刘玉豪老师 事实上在课堂上面做了一个教学 这个教学呢是把保险套 那甚至也把这个所谓的假洋具 带到教室里面来 然后去做某些的这个 做所谓的示范跟做的一些讨论 希望透过这个过程来告诉孩子 这些相关的这些议题 那这个事件发生之后 其实后来有一些家长团体 或者也不见得是这个学校的家长 就是开始对这样一个教学的方式 是感到不满意 那甚至在五月份的时候 也开始发动一些民众呢 来打电话来抗议 那到港和国小抗议 也对小郝老师的这个 他的个人的这个脸书上面 也有留下一些 他们不满的一些意见 所以我们希望能够 回到这边来 好好的谈这个话题 让大家了解 为什么刘玉豪老师 当时会来跟小朋友 跟这些同学们来去讨论 这样一个议题 那今天在我们节目的上 当然是邀请到的是刘玉豪老师 小郝老师你好 你好 可以讲一下 为什么在今年一月份的时候 你会有这样一个教学的 这个做法吗 你做这件事情 想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或是它是一个 必然在教学上面 必须做的一件事吗 因为每学期本来就有 固定要教授性评的课程 每学期要四小时 对 那但是我不会固定的说 在每个学期要固定要上什么 我会看这个班的状况嘛 或是他们产生的一些困惑 或是他们的动力 比较趋向于哪边 我会决定那个学期要上什么课 那就在去年大概就年底的时候 我们班就有小朋友来问我 什么是保险套 我觉得那好像可以来谈谈这个话题 是小朋友主动问你 对是主动问我的 那刚好我也觉得我们这个班 就是说那时候刚好是带了快一学期嘛 就是上学期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对身体啊 对那种人的触碰啊 好像也蛮有兴趣的 常常会讲到这样 或是会讲一些性器官的名称 我觉得很有趣 那刚好这个小朋友问这个问题 我就想说那我就来谈谈 什么是保险套 可是其实我也不是一开始 就切进保险套的教学 我前面其实有铺陈了一个 是关于身体的 那用绘本来跟孩子谈身体 那后来才带了那一堂保险套的课程 做这件事情 其实就是刚刚谈到 是在整个台湾的性贫教育里面 本来就会有一个四小时 所以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说 性贫教育好像有一堂课 其实并不是这样子的嘛 在实际的执行的方法是什么 实际的其实就是 像我一直都是导师嘛 所以我比较有额外在正式课程 比如说国语、数学以外的一些 我们叫做是弹性时间 可以来运用的 但是其实有时候 学校有很多形式 就是固定要做的事情 那如果那些时间都被占满的话 可能就会融入在一些 政客的教学里面 所以其实现在大部分的老师做的性贫课程 我所知道的大部分就是融入的 就是可能正式课程的后半段 会加一点点讨论性贫的时间 所以会用融入式教学 然后在不同的课程当中去谈 就有点像我们早期在推动 媒体试读教育的时候 它可能不是一个一门课叫做媒体试读教育 它是在不同的例如说我们可能谈到社会课里面 或者生活课本里面 它会把一些可能跟消费有关的东西都会加进来 或者跟家庭有关的东西都会加进来 所以它把它结合在一起嘛 那可是你做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很慎重 就是你还特别去问一下家长说 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 或者是去告诉家长说你要做这件事情 如果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教学 为什么你要这么慎重去做这件事呢 因为就是最近这两年 反对性贫的声音比较出来嘛 所以当我决定要做这个课的时候 其实我心里还是有一点点紧张的 甚至我自己有点害怕 那其实最一开始 你那时候是犹豫要不要做嘛 其实最一开始我自己就想说 反正我就是做啊 因为我是有法源依据的嘛 但是后来又想说 如果引起一些争论的话其实也不好 所以我就去写了一个家书给家长问 那其实后来回来的回馈 其实大部分都是同意的 而且也有家长问说 老师很好啊帮他们讲 这些他们不太敢讲的话题 家长在家里面不太敢讲 对有家长才承认说 老师帮他解决一个难开口的话题 那看起来这个是蛮多家长 至少在你的班上的家长是回应是不错的 小朋友呢 在上完这堂课他的回应会不会觉得 哇好恶心或是觉得很害羞 因为很早就预告要交这堂课嘛 那所以其实全班都还蛮期待 这堂课的发生的 所以当那天真的在做的时候 其实全班都还蛮热烈的 而且就是看到他们好像觉得很竞技的东西啊 那种团体动力就蛮强的 就还蛮好的 那天上课的时候 我记得公共电视的有话好说 有曾经来去报导你上课的情形 然后后来也在节目上面去做讨论 我看到一个画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 就是有话好说 在播出你上课的这个片段的时候 其实是有打马赛克 那打马赛克当然不是打你的脸 你是打小朋友脸 打的是那个所谓的假洋剧保守套上面 这个我觉得蛮好玩 就是说它是一个教学嘛 那我不知道是不是 也许他们会担心违反的这个相关的法规 或者是担心来自于抗议 但是从你的角度我记得 你好像一开始的时候曾经跟他说 这个不要打马赛克 那你为什么要这样子的建议 或者是说当他们打上马赛克之后 他反映出一个什么样的一种社会的氛围 因为我自己觉得我在做的是一个教学活动 但是我们如果去路上 其实从来就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性的语惠 文本的东西啊 不管是什么壮阳广告啊 保险套广告啊等等 那些都太轻易可见了 可是我明明就是在教室做一个很正当的教学活动 那所以其实我一开始是问他们 他们会不会打 那当然我预想是希望不要有打 那他们当场有跟我说他们可能会打上去 那我觉得那就是尊重节目的决定 有话他们真的打了的时候 其实就是就假洋剧我是能理解的 因为可能那个对一般的家庭来讲 可能冲击还是太大 就是一个老师在教室拿了假洋剧 可能还是 所以他打上假洋剧的马赛克我觉得OK 但是连保险的话都打马赛克 我就觉得有点 有点多了 因为他就是一个很正当的东西 那你随手都可 其实 就是基本上你可能去西边买都买得到的 不过这个对他来讲可能 可能一方面可能会担心观众的反应 一方面可能来自于在社会里面 应该讲说相关的法规 例如说 节目分级制度的这种规定 那也许是这样的 但是其实不太知道他的原因是什么 不是 就你自己来讲 就像你刚刚也提到说 你会担心 或者是你觉得 这个对很多人家庭是冲击很大的 那的确 发生了这样一个事情嘛 就是 当这个画面播出之后 其实很多的家长 听到然后可能慢慢的 他们经过了一些讨论之后 就来抗议 可以讲一下 那个你被抗议的那些情况吗 我觉得我是有点接到 就是那个 因为最近在讨论婚姻平权嘛 对 那可能有一些 基本上就是反对婚姻平权的人 他们可能眼见大势难挡 所以他们可能会觉得 需要找一些出口吧 那刚好可能我在这个浪头上 就做这件事情 那是跟性有关的 那所以他们就把我扣在一起 就说我是 童韻分子啊等等的这样子 那他们就 就对 就来做了一些抗议 可是婚姻平权跟性评教育 会有必然的关系不是吗 还是你们在教学的时候 是把这两个东西 是等同在一起的 因为其实很多性别 平等教育的工作者 他们就会 不只是讲性教育啊 他们也会讲情感教育 也会讲同志教育 所以有一些反对同志估论 他们可能认为说 这些人就是 在促成 这些正面的发展的一群人 所以他们就会找一些 目标来锁定这样 所以从他们的逻辑 或是他们的经验来讲 会有这样的一个疑虑跟担忧 恐怕也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 我觉得是正常的 但是就是那个集结的那个力道 我有点无法想像 怎么说 就是真的还蛮大的 对啊 可是事实上是牵扯到前面有一件事 是他们在网路上 应该说他们后来就开了一群 全国家长教材审议会 那就有人在台北的某一场就 把我之前参加一个座谈会的话给扭曲了 他就说我去鼓励孩子堕胎 而且我还洋洋得意这样子 但是这完全不是事实啊 所以我就很生气 我觉得不可以这样子 乱把话塞到我嘴巴里面 那他在公开讲了之后 那我就看到有人用文字去转播 尤其他讲的话 那我看了还觉得还蛮不可思 我就有想说我要提告这件事情 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被乱讲 就是可以反对我 但是不可以用不实的东西来反对我这样 所以我就说要提告 那后来那个对方好像就 背后有一群人 他们就 其实说保险刀这个事情已经吵了 从3月到4月已经吵过一轮了 那到了5月之后 我说要提告之后 他们又说要来 对 要来跟学校抗议这样 所以你确实没有讲过 刚刚讲说鼓励孩子堕胎这样的事情 当然没有 对啊 我没有 我教过的学生从来没有 就是怀孕的 所以我不可能讲那个话 所以家长 这方面他的这种 也许是误解 或者也许是扭曲 我们不知道 因为也没有特别去理解 那个过程 也许是误解也许是扭曲 但是对你来讲 你会觉得说 你没有讲过的话 那我们可以立场不同 但是不要把 我没有讲过的话 塞到我的嘴里面 所以 你当然会觉得有挫折感 那 在那个过程当中 你刚刚谈到 那个他们动员的力量 是蛮大的 那个是怎么样 是每天打电话给你吗 或者是每天 我只有看到在你的脸书上面 是有非常大量的留言 他们从很早开始 就先跟教育部有申诉过 就说我是不失任老师 就是在那个保险套的教学上面 甚至还有说我是狼师 狼师 说我是性侵 就是他会说 这个是很严重的指控 他如果上了这个课 他会觉得他的孩子被性侵了 是在感觉上面 觉得被性侵了 但我就觉得这样的指控很荒谬啊 那教育部申诉过 不止一次保不着 后来 刚刚是教育局也有申诉过 所以其实教育部跟教育局都有 就是说有按照程序去做调查等等的 那其实他们也知道 整个是很OK的 就是我们有交一些报告上去 其实教育部跟教育局都是OK的 但是他们就是会 对 就是一直锁着这样 那同学老师同事 学校是支持你的吗 就是确实在 他们要打电话之前 我知道这个讯息之后 我就有跟学校通知嘛 那我其实希望学校有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样 那后来就 包括主任然后校长 我觉得他们都还是蛮OK的 但是他 他是照理讲 他应该先进来了解或调查啊 你的上课情形 才在决定支持或不支持 有之前就调查过 就是教育部跟教育局的 被输出之后 他们就有调查过了 可是我想对你来讲 你就是一个 这个过程当中有两件事情 一个是同学们有一个疑问 想要知道什么叫保险套 所以你就做了这样一个教学 另外一部分 在某个工厅会当中 一个这个讨论会当中 其实他把 你觉得他有一些没有你说的话 不是你说的话 就塞到你里面 然后如果是前 我觉得这应该有两个委屈 一个委屈就是 我就是正常教学啊 那小朋友有这样的一个需求 而且在法律上面这种规定 我去告诉他没有错啊 那这不是我讲的话 你为什么要塞到我的嘴巴里面呢 你会觉得很挫折吗 或者是觉得很沮丧吗 就是一个老师 你会做你觉得该做的 也是法律去规定的 或者是本来就应该 你觉得应该叫的 那得到这样一个回馈 这样回应 你怎么办 我觉得那个沮丧是来自于 好像当你要去解释 你也真的做了解释了 但是还是没有收到效果 我觉得那个沮丧 比较严重一点 就是说 我不会害怕被攻击 但是我们后来 确实也讲了一些说明 说这个课程为什么要上 那等等等等的一些声明之后 其实好像还是挡不住那些 想要攻击的人 我就觉得 就是到底社会上 有没有可以真的对话的机制 让我们好好的对话这样 那甚至后来包含教育局 也因为很多家长去抗 不是只有抗议我 就是他们就抗议性评 所谓什么不当性评教材 进入校园嘛 那后来高中市教育局 也开了六场的公听会 那六场都是这样的 就是很多家长要么去外面举牌 那有点他进去之后 他可能就让让说 这个什么 什么 请来的都是专家 那这个已经 立场很偏颇啦 所以他们就不参加了 他们就退出去 可是其实交易局都已经准备了很多的 说帖跟说明 包含是PPT啊 或是印的东西 要给他们看 他们都是拒绝接受啊 嗯 那我就觉得 就是 对 所以对你来讲 有立场是正常的嘛 民主社会 可是当我们要去 有立场的时候 要去表达立场的时候 我们 第一个不要去扭曲 嗯 我跟他讲第一个要去了解事实 第二个不要去扭曲 第三个 可能要彼此倾听 这恐慌 包含说 像我最近才看到一个网友 他有留言说 我教孩子刚教 嗯 但是事实上我那堂课是架过在异性念的阴道教下面去讲的 但是他就把他讲成我是教同志的刚教 嗯 那我就觉得有些家长 就是外面的家长 其实他们都不知道上课的内容是什么 他们只是看到一个坚硬 或是看到一个字眼 他们就认为 这是一定要把他打下去的东西 我觉得这是很不可思议啊 嗯 这个其实是一个 已经不是单纯的性贫不性贫的问题 而是一个 在民主社会我们怎么去讨论一个公共事务 或是讨论一个跟自己相关的一些 也许性是一个私密的事情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态度或者是一个方法 当然放在教育里面 他可能更广泛的是说 那到底一个老师他能够教学的这个权限 或是范围到底是什么 那家长可以参与或是介入到什么样的程度 这恐怕都还有一连串的东西要去讨论 我们先休息一下 我们待会过头来 我想再请教刘老师就是 事实上我们知道这个所谓的性贫教育 其实有很多的学者专家 大概也都写了一些相关的论文 可是在一个教学的现场 他实际的做法是什么 包括其实也有人想问你说 你怎么去把那个比较 好像很抽象的性别的教育 转换成一个小朋友可以听的那种语言 那在实际上面 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性贫的辅导团 然后也有很多的有一些这个所谓的 相关的教材教案之间的关系又是什么 我们等一下再回过头来再请教刘老师 欢迎您收看这个礼拜的大圆载报新闻 性工作社运团体日日春协会 7日上午陪同两名性工作者到市府前陈勤 协会表示 娼妓背后的贫富阶级问题 并不会因为将议题非法化而消失 北市府应当依照设違法 带投入实性交易合法化 并设置工作空间 让娼妓安心合法的工作 减低底层人民的法律风险 他们也呼吁 警方必须停止长年以来钓鱼的诱补侦查手段 以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 起诉性工作者 让他们原本已经相当困难的工作处境 雪上加霜 布满医院变相剥夺约聘护理人员的休假时间 台北市联合医院产业工会20多人 在7日上午到联合医院中心院区抗议 工会秘书长张乔宇表示 院方长年以来以病人少为理由 临时要求已经到班的约聘物理人员 提早半天离开 再把剩余的工时累计到副实数 日前院方发布公文 要求护理人员在7月底前以加班 或者挪用特休假的方式 来抵消基欠的工时 否则将会以扣薪来处理 对此院方表示 为了避免医护过劳 今年将会扩编医护原额 承诺未来会遵守劳基法的相关规定 不会再出现副实数的情况 中国的人权问题持续延伤 欧洲议会在6日通过紧急决议案 呼吁中国让离癌的民运人士 刘晓波出国就医 尽快释放已经遭拘禁超过100天的台湾人 李明哲 中国709大抓捕满两周年之际 国内多个人权团体 7日上午在立法院举行记者会 跨海声援李明哲 以及仍然在压的中国维权人士 社运团体表示 这是联合国人权机制 是首次正式受理台湾个案 关于后续 他们都将尽力协助李静渝 并继续推动关注声浪 让李明哲和709的人们早日回家 欢迎回到灿烂时光会客室节目的现场 我是节目主持人管忠祥 今天我们来到的是港和国小 我们要来访问刘月豪老师 在刚上一段的节目当中 我们有特别提到刘月豪老师 在课堂上面去教小三的同学 去使用保险套 然后在课堂上面有假洋具 那后来包括后来发生一连串的事情 有些家长对于刘老师的一个说法 其实是非常的不满意 当然刘老师也有不同的意见 来去对话跟澄清 那可是我觉得接下来我们可以再继续谈说 那性别平等教育这件事情 到底应该在什么时候教 因为有很多的家长会觉得说 这个性别教育 其实就是家长自己来教就好了 那不需要来学校教 可是刚刚刘老师有提到一个例子 我觉得还蛮有趣 就是有些家长说他不知道怎么教 我想要请教想要老师就是 你觉得性别教育 就不要在学校教吗 就是既然有到他们正常的争议 对不对 那自己在家里教不好吗 那就是让性别教育 性别教育就退出 或是性教育就退出了在学校场域 让家长自己来教 这不是一个解决目前争议的方法吗 当然如果家长愿意教当然是很好 可是如果按照台湾的机制 大部分的学生是送来学校 那但是性别又特别重要的话 其实由专业的老师来教其实是合理的 那确实教育部本来就已经规划了 九年一贯的能力指标 那从小一开始就讲到博三 那其实一开始是讲人的自我概念 那后来是讲人跟别人的互动关系 那本来在学校里面就会有很多的互动 就是不管是两性的互动 或是什么是性别的互动 那本来就是确实会发生的 那假设在互动过程中 有一些不好的状况发生等等 我觉得那就是老师介入的一个很好的时机 但是这个不见得是在家长带小朋友 在家里可能会发生 因为他的互动可能没有学校那么多 甚至到了国中 他其实比较是性别的自我突破那一块 那确实也是需要跟 就是由我老师来教 我觉得其实也是很OK的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 在学校里面对有关于性教育 或是性评教育事实上有一套的系统 在几年级的时候 在小学的时候 到国中的时候 他应该叫什么 事实上是一套 那当然也不反对家长带回去教 可是有很多的场域 他其实不见得是在家庭会发生的 那或者是有些人际互动 事实上在学校里面 他可能更普遍 那老师们这个时候介入去谈这件事情 特别是你刚刚谈的是一种融入式教学 反而是一种更好的做法 因为像有时候我做性评教学 不是说我要既定要教学 我是会看学生的状况 那比如说可能有一些 也不叫说半 就是有一些性别上 比较不好的互动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就可以融进来讲 像我其实才刚做完一个 讲脏话的教学 就是我发现我们班 就是还蛮爱讲脏话的 那些字眼我就不讲了 但是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 不是一个很好的东西嘛 那当然就会用一些教学的方法去 希望突破那个现状 嗯 但是这个是每个老师都有能力做的事情 嗯可能是没有 嗯 所以会不会是因为你对这个部分 是比较关心 或是这个部分其实是比较 呃 参与比较多 或者是我其实自己也接触过一些 呃 国中小的性评浮导团 因为我发现每个人对于 每个老师喔 就是即使是浮导团的成员 就是成员 或是我去不同的学校上课 我发现 每个老师对于所谓的性别的概念 或者对性的概念 事实上落差是很大的 嗯嗯 我觉得这个点是在于 现在现行之下 它是叫能力指标嘛 那就很像课纲的概念 就是它给一个指标 那每个老师去解读 它的意思其实就会不一样 嗯嗯 对它就不像国语数学 它就很 很 比较细的教材 比如说它有标准答案 对它有标准答案 对它就是要议题 所以每个人对于议题的 我觉得牵涉到很多 它生长的背景啊 它接触的人事物啊 它有没有宗教信仰等等的 那会影响它对这个的概念不一样 嗯 可是这听起来是一个开放的 但是它也可能在教育上面 是一种 多元的 或者是你要讲是杂乱的 嗯嗯 这些落差就会跑出来 所以我觉得还蛮期待 我自己啦 是蛮期待 虽然说我们不一定相信 全然而相信官方 但是我觉得 性别教育如果大家觉得它重要的话 应该有一个官方的 比如说课本 或是官方的教材 让一些很基本的东西 它就是这样定调整个国家 应该要去教育的东西 那当然每个老师拿到那个东西 怎么去解读它 怎么去上那个课 那又是再说的事情 但是它就会有一个矛盾啊 就是你可能 因为你知道这东西 可能触犯了 或者是违背了某些人 它的价值 这个价值可能来自于 某种对传统对家庭的观念 或是来自于它的宗教信仰 来自于各种各样的原因 那这个 这样子矛盾冲突不会更大吗 我觉得可以对话啊 就是而且其实 刚才在谈的过程 受体系是学生 到底学生在想什么 比如说像我之前讲的 保持人套客人 我觉得学生都学得很开心啊 并没有说 有些人担心说它开始就是 搞成一片啊 没有那些担忧出现啊 嗯 不过开心 当然有很多人 他就是觉得很好奇啊 就是小朋友都很好奇 他就会笑嘛 或者他也可能是害羞的开心 那这个实际的状况 我们不在现场不太清楚 可是我相信有些家长 会反对你的原因 会是在于说 你教这个东西 对不对 那你会不会去太早 告诉他的这些 例如说怎么使用保险套 然后他就对保险套有好奇 然后你让他看到的这个 所谓的假行举 他可能对于所谓的假行举 或是对性行为 性交之类就开始很好奇 然后开始去探索 我觉得性的刺激 不会只在课堂上 它在社会中 到处都是性的刺激 甚至现在很多宝宝猫 都拿手机养小孩啊 那像我那天问学生 他说他保险套我哪边知道 他说他是在手机里面的 网络笑话看到的 对啊 那也有人说 他是在乡土剧里面听到的 就是这些早就不是 是完全被封锁的消息的东西 那就要回到我的课 我课其实就是要告诉孩子 你要保护自己 也要保护别人 尊重别人 就是那个目的是什么很重要啊 那大家没有看到我的那个目的 而只看到他就交了保险套 他就是在诉求性解放 诉求淫乱 我觉得这就是很本末导致啊 所以其实啊 当我们在对任何一件事情 提出意见或批评的时候 不可以去脉络化嘛 就像你刚刚提到说 你可能有他的一个脉络 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以及他的前后面 到底在讲什么 我觉得这大概就是一个 还蛮重要的一个去认识 或是要去跟别人争议的时候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在哦 那回到一个教学的现场来说 就是我们知道你面对的是小学生 那特别是我们今天在这个教室里面 是一个小三的教室 小学三年级的教室 那在小三的教室 其实这小朋友那么小 那我们知道那个性别 或者所谓性贫教育 事实上是一个非常一整套的理念 或是事实上 它可能涉及到所谓的哲学层面的东西 很多人会很好奇说 我包括一些认识的高中老师 或者是一些国中老师 他们其实都很好奇说 你怎么去做那个语言的转换 就是说你用什么样的方法 把这些可能社会里面的禁忌也好 或者是它可能是一个 比较抽象层次的社会学的理论 性别的教育 性别的理论或者哲学 你怎么转换成一个小朋友 他可以听得懂的语言 我觉得这不一定是年字的关系 就是我本来就对这个议题比较有兴趣 所以平常所看的书 或是读的绘本 其实蛮多就是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嘛 所以平常就会常常把这些东西带进来 那也许就是用两分钟的时间 介绍一本绘本 你说这本绘本是在讲 某个多元家庭的 或是某个单亲家庭的 等等等等的 那我觉得整个班级经营的过程很重要 就是你怎么去使用性别的余绘 像我叫小朋友排队 所以我不会说男生排一排 女生排一排 有时候排两排之类的 就是有时候那个去性别化 其实是在脉络之中 在生活之中去完成的 那小朋友其实会接收到这些讯息 我觉得他们会接收得到 那等到你在谈某个议题的时候 他们就会比较能够抓住 所以你会在适当的时机 或者是在那个当下 其实他不见得就像我们刚刚 他这个融入 他不是刻意要去告诉你是什么 那在小朋友的这个 所谓的学校里面 最常遇到跟性别 或是性质有关的一些 行为举动是什么 比较多就是身体上的接触 就是可能不是合意的 但是就去触碰了人家 那或者是口头上 讲一些脏话等等的 那其实他也不太知道 彰化的背后的真正的意思是什么 对 那那个就是我去介入的时候 那这时候你会怎么样告诉他 怎么样把你刚刚谈到那些概念 去融入到你去告诉他这件事情 或者跟他互动 我觉得用一些素材来当开头还蛮重要的 比如说像我之前讲身体 我就用一本叫 萨琪到底有没有小鸡鸡的绘本去讲 那让他们去说 人的身体可能至少就两性来讲 人的身体是不太一样的 但是我会在两性的身体 我会再多讲一些 关于多元性别的身体等等的 那我觉得用一些比较 很适合他们年龄的一些素材 来教学 我觉得蛮好的 那这个其实国外早就做很多了 所以很多素材的来源都是来自于国外 本土有自己编的一些相关的素材 也是有一些啊 但是确实是没有那么多 但是这几年慢慢都有在产生 嗯哼 你刚刚有特别谈到说 这些是国外的素材比较多 然后另外一部分 其实你会看到实际的状况去教 可是他会不会有一个问题 或是他怎么去判断就是 到底什么样的年龄的小孩 他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性教育 或者接受什么样的性品教育 虽然教育部有一套的系统 可是 就是现在的社会里面 就像你刚刚谈到的 资讯是很发达 他可以在很多不同地方 去看到这些的资讯 这些资料 或者是说 可能现在小孩的身体上面 也比可能过去是比较早熟 每个人的经验不同 那在教学上面 会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会有一些 怎么去面对这些差异性的做法吗 就是可能会先设一个 在教育学校之后的起点行为 那我不会设想 他们是全部都懂的 但是也不至于是零的状态去教他们 尤其是设计在一或二 然后慢慢把一些知识丢进来 让他们去看他们的反应是什么 那他们有的确实反应是比较多的 那就觉得可以跟他们多一点对话 那我其实不是那么懂的 其实可以再把 就是最后的时候 再把一些前面的重点再讲一次 让他们去听到 听到不一定代表理解啦 就是我觉得 因为孩子的发展真的不太一样 但是我会认为他们可能在日后 也许某件事情发生的时候 以前可能老师讲过什么东西这样 你毕竟是受过一些专业训练的人 包括你练的是性别研究所 那包括你是辅导团 那包括教育部他提供了一些能力指标 课纲甚至一些教师手册在这边 所以在学校里面也许你可以去面对这些问题 可是你刚刚谈到一个东西 我觉得蛮有意思就是 有一个家长知道你要去交这个保险套的时候 他说谢谢你 因为我在学校 我在家里面没有办法讲 或是不敢讲 如果家长为什么会不敢讲 这是第一个我觉得比较有想要问的问题 就是你自己的接受的经验 第二个就是说如果他想讲 他想要教 他可以怎么教 或是他有什么样的资源可以去使用 我觉得家长不敢讲很大一部分是 这个也是比较 比较刻本 就是说比较旧的想法 认为说他性就是隐私 所以他可能无法去直接回应孩子 关于自己的什么东西 他也许可以讲别人的故事 但是如果是讲自己 因为我觉得孩子很多疑问 其实会直接问爸爸或问妈妈 比如说你的身体为什么长这样 那你跟爸爸或妈妈 在晚上的时候是在干什么 那他可能会想说 这个是关于我自己隐私 他可能不敢讲 但是这时候就是需要转化 他可以用别的素材 或是别人的故事 来跟孩子讲这件事情 我觉得啦 那第二个是 其实现在我也接触到 蛮多亲子共学团的家长 那他们其实都很有心的想要 在这一块 从很小就开始去跟孩子讲清楚 因为他们觉得那就是一个 很可以谈的议题啊 所以他们现在其实有 不是系统 就是有一些规划 在进行这一块的教学 所以他们也可以像跟 亲子共学团这边 去做一些联系 或是认识 不过我刚刚 谈到一个就是 转化这件事情 就是可能不敢讲自己的事情 可是如果是讲 举例说别人 也许老师 家长们可能会 比较容易去欺口 或是比较容易去讲 那其实我觉得谈完之后 其实发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对于所谓的性 看起来还是一个禁忌 所以他才会虽然在家里 不敢讲 那老师们去扮演 单任的这个角色 可是又遇到 有一些家长的不认同 这会不会是一个矛盾 就是在家里面不太敢讲 可是到学校教 然后又不见了能够得到认同 当老师好像很难 所以我觉得 性这个议题要公共化 就是尽量去公共化 那当然有些性 是比较不OK的那个性 但是看怎么谈它 对 那包含像林一涵之前之后 我们知道 那种合议或不合议的性 其实是很重要的 那这个其实就是要 从小就开始 让他们知道 有些事情可能在未来会发生 那你以后遇到的话 要怎么去处理 怎么去面对 我觉得要多谈 但是就是用比较正式的方法 正式的平台来谈 恐怕我觉得还 这个社会里面 也许学校在某个角度 是站在比较前头 可是这个社会里面 可能共同要学习的地方 还是非常非常的多 那今天其实非常 谢谢小豪老师 来接受我们的访问 那我想 我们在下一集的节目当中 还要持续的来访问小豪 就是小豪老师 他不是一个纯粹的小学老师 他其实也参与到很多的 这种所谓的社会的工作 或是社会运动 然后去投入 那其实另外一个 我觉得还蛮重要的问题 就是小豪老师 他不是一个个案 例如说 可能曾经在公库 发表过文章的 翁立鼠老师 也面临到类似的问题 或是我们也看到 有很多 最近这几个月里面 出现的 例如说建宗 他们在学校里面 去挂了彩虹旗 结果有家长反对 然后有一些 有一些朋友 他们可能要去 本来去学校面演讲 结果因为家长 不断的打电话来 导致他们取消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 普遍的问题 当然只是一个个案 可是从你的角度 从你的经验 你怎么去看 这种普遍性的问题 而这种普遍性的问题 如果不断的在扩大 那对于刚刚谈到的 性贫教育 或是整个台湾社会里面 对于性的认识 或者是对于所谓的 民主的在一个发展 到底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天空的眼泪 激光的时间 还来不及发现 存在手中的幸福 像是不见了 心中的黑暗 灯开的希望 忘记要相信 神秘的动力 神秘的动力 神秘的自我 往前走 继续的去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神秘的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